三十九 淺江晚報 浙江電訊取得抗擊燦雄全面勝利 2015年7月14日用通訊 B14今年第九號強颱風燦雄於7月11日16時40分前後 在浙江舟山朱家尖登陸 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為14級 燦雄帶來的強風暴雨 給中國電訊浙江公司的通訊設施與服務造成了嚴重影響 在省委省政府、中國電訊集團、浙江省通訊管理局的指導下 中國電訊浙江公司發揚浙江電訊人的抗台精神 上下齊心協力、敏銅酒壁F廣大員工不為艱難險阻 迅速行動、連續作戰 公司管理層沉著應對、科學決策 各級幹部親臨一線、靠前指揮 特別是共產黨員應急保障突擊隊衝鋒在前 確保了全省網絡運行正常 幹線暢通 並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推出一系列服務廣大客戶和災區群彈營 而心舉措 從而取得了抗擊燦雄的全面勝利 科學組織有效部署抗災工作截至13日8時 全省網絡運行正常、幹線暢通 收選通訊已於12日第一時間全部暢通 本次颱風造成全省累計中段機站386個 接入網中段97個、倒斷幹106坑、 收選線路1033坑公里 中國電信浙江公司已累計出動應急保障人員6148人次 應急車輛2467台次 應急通訊設備967台次 發電郵機1596台次 累計發送應急公益短信1872萬條 本次颱風撐紅有著迫索迷離的路徑 難以躲磨的強盜和破壞力 引起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 7月10日 浙江省防信防臺抗漢指揮部 將防信防臺應急響應提升為一級 颱風暴暴緊迫浙江 中國電信浙江公司一刻也不放鬆 7月10日上午 公司緊急召開防臺動員部致會 對防臺工作進行了再動員、再部署、再檢查 盧耀輝總經理指出 全省各單位無必按照省公司 防信防臺保通訊工作部署 做到七個都委防禦工作 打贏這場防臺防信仗 從7月10日開始 總經理盧耀輝、副總經理張濤、趙惠東、陳華等公司領導 補助鎮浙江公司通訊應急指揮中心 通過新視通、浙江電信以信群密切關注 實時了解颱風動向及通訊受損情況 不分就夜指揮防臺保通訊工作 7月11日凌晨5時26分 盧耀輝總經理在密切關注各地防臺防信情況的同時 通過異信群反復強調 在防臺保通訊的同時 一定要注意確保員工安全 高效投入快速恢復通訊窗通狂風暴雨造成 周山、寧波、紹興部分地區內勞嚴重 很多機房進水 由於中國電信浙江公司準備工作到位 提前將應急游機、油料、水泵、沙袋、乾線路、後備電池、 橡皮艇等應急裝備物資送到可能受災地區 對低話地區已受災的機房實施了抬高或電高措施 保障了受災地區的通訊暢通 為了保障電信用戶通訊設備的正常使用 周山分公司專門成立了無線、有線、通訊搶收、通訊工程 無線機站保障及定海、普陀、多二山、盛視通訊保障等十多支應急保障隊 做導人員到位、職能到位、措施到位、周山分公司應急保障隊員們 兩天時間不眠不休地連續工作 每當保障電話一響起,他們就不謂奸險地衝進風雨中 新城分局莊圍隊長福州巨和他的隊友們 在兩天兩夜的抗台搶險中時事衝在一線 他們在兩天兩夜中止吃豹麵和肯乾麵包 故不得給家女打過電話,更被說誰想一頓安穩的角料 歐山之局營業網點因地細較低出現積水道觀的情況 之局長河甘甘不顧自己家女長看滲水 和他的同事們用自製沙代風倒雨水倒灌、礦台排水 十一日下午,慈溪新新路與新聖路的拆路口 一珠大吾銅樹被強台風壓倒 正好壓到新譜電信之局的電纜交接箱上 集塊的交接箱造成了周邊120戶用戶的 過話和網絡等通訊中斷,以備至20多小時的慈溪分公司應急隊員快速響應 緊急集結後克服一切困難趕赴現場 頂著狂風暴雨,想盡辦法 齊心協力地將刮到的大束縛症加固 再對交接箱,線路進行搶修或檢查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努力,終於恢復了該區域的過話和網絡通訊 搶修隊員故不想拆打臉、喝口水 未休息片刻又奔赴另一個戰場 慈溪北部的主要幹道七塘公路兩邊的行道樹和通訊 乾幾乎都被刮到 電信搶修隊員會與城管人員進行全力搶修 最終成功搶通線路,在肖興尚餘 將鎮將村河道水位上漲,將村接入機房面臨危機 將鎮之局長黃換鋼調度駐地施工隊前往捉吧 抽水,當得知施工隊伍的麻袋不救時 又馬上調動機動應急響應隊,帶上麻袋趕赴現場 最終在機房進水口捉起了高高的擋水壩 借堂之局東集村寬大箱、火錶箱外殼流電 電信搶修隊員第一時間趕赴現場處理 並通知電力公司聯合搶修一個多小時 終於恢復了通訊 在杭州、蕭山、富陽、西湖、夏城、江江等地出現多處段 連樹壓倒線艦的情況,線艦告急,通訊中斷 一線的搶險隊員門頂著旁托大雨,增分奪廟進行搶修 在銅牢梅庸320國度,一火高達20餘米的大樹在暴雨中截斷 不僅壓毀了線艦,還中斷了道路通行 銅牢分公司搶險隊員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風雨交加,一隊十人齊心協力,共同將大樹搬離道路中央 保障道路和通訊暢通 在商湖,搶險隊員門乘坐吊車,擾過斷樹 在半空中實行線艦修復作業 在富陽,搶險隊員門頭頂安全帽 在扶梯上緊張地進行修復工作 半小時後,線艦修復負責搶險的小伙子已經混身濕透 遊馬不停提地趕往下一個搶修現場 發揮優勢保障重要部門抗災中國電訊 浙江公司充分發揮電訊網絡 應用與應急保障能力的強大綜合優勢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 在快速搶險保線路通窗的同時 主動支持地方政府和重要部門的抗災工作 派專人測成以24小時駐守 做好對黨政軍重要通訊、三房辦指揮匯商系統等設施的保障 推出了一系列服務電訊用戶與受災群 但設其民外心舉措 公司投入衛星電話100多部衛國急防信辦 政府應急辦提供保障服務 建立與省政府的衛星視頻指揮系統 完成國家應急通訊指揮車及指揮調度系統備勤 調度應急車專項保障省電力部門 調度衛星應急車駐守寧波士房子 為省武警總隊提供衛星電話保障 發送應急公益短信1872萬條 同時,中國電訊浙江公司發揮全球眼產品優勢 支撐央視與浙江省廣電集團的颱風直播 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通過電訊全球眼進行現場視頻直播連線 為全球關心浙江災情的群體提供最新資訊 浙江省廣電集團所述各電視頻道均通過電訊全球眼視頻監控系統 對颱風侵襲浙江的現場實況進行直播報道 直擊颱風最前沿、瘋狂羽罩共產黨員衝在最前 我們共產黨員應急保障突擊隊在防臺抗災 普通信中要講黨性、有擔當、行動起來、展現形象 這是中國電訊浙江公司對黨員應急保障突擊隊的要求 不管颱風到那裡,我們一定要與電訊支局共在 與通信機防同在 這是共產黨員應急保障突擊隊作出的承諾 7月10日晚至7月11日是颱風最肆虐的兩天 颱風過處,許多樹木連根拔起 電訊干路連連倒伏之斷 拔擊隊員們以帶無謂的精神奮戰在搶險第一線 周山網絡維護中心十名黨員和兩名入黨積極分子 除一人產架外,其餘全部參與防臺 老黨員陸華連續三天三夜指揮電源保障隊伍進行應急發電 因睡眠不足身體發虛,仍堅守崗位 年輕黨員胡博詠連續兩天兩夜開著遊機車四處發電 僅在發電間益席地休息,小伙子一道雷得到醫院掛鹽水 但他雪不外時,指示爽紙有點痛 寧波政企VIP客戶支撐團隊當家人和海北 故連續作戰三十多小時的疲憊 接到12315熱線告急電話後,立即聯繫公司相關人員緊急會診 而剛從郊警故障點搶收回來,溫身濕綠綠的董民進、陳寧 二話末說又開著搶收車衝進了暴風雨中 在台州臨海滑波光簽斷點接續處 台州分公司黨員突擊隊員門說 趁現在末語,大家加油,盡快搶通 一個思想那就是為客戶服務 써夾語 開在哪裏 請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